人民日报微信的读者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人民日报夜读 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 靠近一个拥有正能量的人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道路上奔跑 这一路我们会遇到一个又一个同行的人 心理学上有个理论叫吸引力法则 可以通俗理解为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你是什么样的人 往往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 靠近什么样的人 你也更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有些人比你优秀 但你躲避隐藏的障碍一起向前冲 有些人说不出哪里好 但和他相伴的旅途从不寂寞 还有些人 看上去没什么不同 却在一点点吞噬着你的能量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懒人会教你如何偷奸耍滑 小人会教你如何坑蒙拐骗 负能量的人会告诉你 做啥啥啥不行的一万个理由 人与人始终是不同的 这种不同 相处越久 越是清晰可见 智者会教你深度思考 勇者会带你勇往直前 拥有正能量的人会告诉你 只要你愿意发现 生活处处是美好 如果你身边也有负能量的人 试着用我们自己的力量 帮他们走出怪圈 我们也能收获满满的成就感 但我们也要明白 这世上千千万万人 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交往 凝视深渊过久 深渊将回忆凝视 那些一直不愿走出自我狭小的圈子 在潜移默化间消耗你能量的人 也会逐步把你同化 有些人就远离吧 远离习惯索取的人 别让你的付出变成理所当然 远离不努力还拖你后腿的人 你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跑得更快 远离凡事都斤斤计较的人 生活美好又多姿 别让自己陷入毫无意义的纠纷 负能量多了 正能量就会被挤占 悲伤久了 很难再开心起来 郁闷多了 又怎会重现笑颜 别让自己一直待在负能量的圈子里 为什么要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呢 因为他们热爱生活 能把普通平凡的日子过得津津有味 他们勇于担当 从不推卸 从不逃避责任 他们积极进取 生活给了一个酸柠檬 他们也能榨出可口的柠檬水 与善人居 如入知蓝之事 久而不闻其香 即与之话矣 与不善人居 如入鲍鱼之嗣 久而不闻其臭 亦与之话矣 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 满身都会浸染阳光般的温暖 他们会驱散你心中的失落与阴霾 会给予你重新振作的力量 会帮助你提升自己 会教会你宽容和爱 愿你能遇见这样的人 靠近这样的人 也成为这样的人 点亮自己的心 也照亮别人的路 好了各位听众 以上就是今天阅读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听 想要收听更多阅读文章 请您下载人民日报客户端 祝您好梦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